第一章 总论 本书所接诸的是 健康的脏器 只有其独特的生理律动 人体脏器不仅被僵膜所包覆 更被筋膜、韧带等各种组织 联系到其他器官 因此不同律动之间 拥有着相互联动的特性 脏器生理律动又可分为两类 一 能动力 来自主动动作或呼吸过程中 因横格运动所引发的脏器律动 与二 原动力 脏器本身固有的律动 所有脏器都不应该受限 请保有正常的功能 任何脏器受限 或因其他组织所引发的粘连 不论影响多小 终将导致脏器功能失常 这些脏器活动的微小变化 再重复千万次后 不仅会对脏器本身带来严重的伤害 也会危及相连的结构 我们的经验是 基于徒手治疗的方式 我们的确可有效地恢复脏器正常律动 达到改善脏器功能的目的 在此我们将探讨脏器的生理性与病理性律动 以及相关的研究报告 从这些研究中 我们总结出脏器关节 这个全新的治疗概念 此外 我们也将简介有关驱动 或主动控制这些脏器关节的生理定律 一 各种类型的律动 根据主控或影响脏器律动的动力来源 脏器律动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体神经系统所驱动的律动 自主神经系统所驱动的律动 颅底椎脉动 内脏原动率 一 体神经系统所控制的律动 由体神经系统所控制的律动 最容易被观察到 这类律动是运动系统 控制了所有的自主运动的一部分 也是研究最透彻的领域 例如 我们可轻易地从不同面 观察这些动作 例如步探或躯干动作 并根据航纹机的生理特性 与解剖结构 将这些知识加以分门别类 所谓自主运动 就是中枢神经系统 透过肌肉的系统活动 骨壳结构的结果 切记 我们所观察到的粗动作 其实是无数系动作的综合表现 这些动作还同时牵涉或动用许多关节 运动系统是脏器被动性律动的动力来源之一 因此它也是形成能动力的部分因素 人体脏器不断被各种人体活动所挤推或产生位移 这些动作例如走路 弯腰与各种全身性动作 所有内脏被稳固地收纳在三个体腔中 分别是颅腔、胸腔与腹腔 不像颅腔有完整的颅骨保护 胸腔与腹腔只有部分范围被骨骼系统所包覆 而且很容易因为身体动作而产生形变 连同内部器官 相铃器官之间的解剖关联各有不同 这部位要是自主骨骼动作而定 虽然这些互动关系有点复杂 当然能够充分了解脏器解剖与骨骼动作生理学 就更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预测 各类内脏运动的方向与幅度 例如在直立姿势下身体向前弯时 肝脏会往前滑动并位移至十二指肠 与结肠肝弯断的上方 此时肝脏与肝弯断结肠也会往下移 但肝脏会跑得更远些 这是因为身体一开始前弯时 肝脏就会跟着往下跑 这随着弯腰的角度的加大 肝脏会往下移得更远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肝脏往前下方移动至十二指肠与肝弯的上方 尽管彼此都往同一个方向移动 其他的脏器也有相同的互动形式 我们将在不同的章节允许说明 二、自律神经系统所影响的律动 约略来说 自主性律动取决于体神经系统 人体所有的自律动功能是由自律神经系统影响程度不一与内分泌系统共同掌握 由自律神经所产生的活动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内脏 这些包括横隔运动、心跳与肠蠕动 一、横隔运动 横隔运动是呼吸机制所产生的一种生理动作 但这种反复性动作对内脏的影响却一直为生理学家所忽视 横隔一天上下起伏约两万两千个循环 每次循环都会对肺脏与肤腔内脏器产生推积或拉伸的作用 屈肝内有所谓的胸膜腔与肤膜腔 这两个体腔虽然在解剖上呈封闭状态 但由于彼此十分接近 使两者产生了结构上的相关性 尽管这两个体腔被横隔分隔 但也借着横隔产生功能上的相关性 整个横隔就像一组位于圆筒 由体腔构成内的活塞 不断地上推与下压 在吸气阶段 横隔会下降用于扩张胸腔并将腹腔往下压 请注意 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简化的形容方式 因为人体躯干并不是一个规则且坚硬的铁桶 而横隔表面也不像活塞表面是平的 当横隔往下降时 胸内压会下压 降低体外压力 于是空气就顺着压力从气管与细致气管 支气管进入肺炮 最后整个胸腔的体积为之增大 然而当横隔下降时 腹腔会有什么变化呢 事实上整个腹腔的体积是无法被压缩的 即使是各个脏气间的残余空隙也非常的小 于是为了适应下压的横隔 整个腹腔筒只好以变形的方式加以阴影 从结构上来看 这个腹腔筒的后方与下方分别由较为坚硬的脊椎与骨盆构成 横隔下压所产生的硬力虽然无法撼动这些结构 但却足以向前推挤腹腔壁 仅由肌肉与结构组织组成 于是借于上方横隔与下方骨盆之间无法增加的溶剂 就会借由增加腹腔前后镜的方式加以弥补 吸气与呼气之间横隔持续的上升与下压动作 让腹腔壁产生反复的形变 如此会迫使腹内脏气之间不断的滑动与摩擦 虽然横隔下降与所产生的下压力是垂直的直接向下 但这个硬力却在前腹腔壁形成一股水平方向的合力 明白了这些硬力的走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呼吸过程中每个脏气及相对运动的方向 这些硬力的机制十分复杂 因为两两脏气间的互动并不是在平整的接触面上进行 精确地说这些硬力往上往下斜行与绕圈会被回推或回弹 完全取决于周遭骨架与软组织构造的相对位置与关系 切记 脏气的不规则外观使其无法只在单一平面上运动 以及脏气运动方向包含了始状面、冠状面与水平面等三个方向 虽然脏气能动性属于被动性质 但却真实存在 甚至其活动度大小也极其重要 不要忘了横渴帮扶一天往返近两万两千次 因此对那些横渴运动所影响的结构来说 即使是压力上的极小差异 但在高速且大量的活塞动作影响下 一样会产生破坏作用造成病理性变化 2.心率 心跳每天近12万次 这个律动直接影响了肺脏、食道、纵隔腔与横隔 随着心跳节奏 横隔将心跳的力量传递到腹腔 血液被压离心脏的波动 进入动脉网传送至更远处的脏气微血管 因此再小的受限在每天近12万次的推积之下 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使脏气朝着病理性变化的方向前进 3.蠕动 看似缓慢的蠕动 其实是由持续且巨大的收缩波所构成 这些蕴含动能的蠕动波不断地扰动脏气内的物质 并促进其循环 蠕动主要与中空性的器官有关 如胃、肠 且受到神经性、化学性 与荷尔蒙的作用因子所调控 对脏气能动性来说 其贡献程度远不如心跳与横隔运动 3.颅底椎脉动 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结构 脑和脊髓浸泡在脑脊液之中 然而脑脊液并非停滞不动 而受到颅底椎脉动的影响 持续地循环流动着 颅底椎脉动分为两个周期 扩张期与收缩期 其中扩张期属于主动动作 而收缩期属于被动动作 在扩张期 头颅与身体的前后镜会减少 但左右横镜会变宽 相反的在收缩期 头颅与身体的前后镜会增加 但左右横镜会变展 成对或两侧对称的结构 如此之在扩张期与收缩期 则分别做出外旋与内旋的动作 以及在扩张期上肢与下肢 成为外旋姿态 反之亦然 此外 扩张期又成为扩展期 收缩期又称松弛期 有关颅底椎脉动 及其重要性 由威廉·沙特兰医师 在半个世纪前所提出 最初 沙特兰医师将这种现象称为 主要呼吸律动 今天我们能对这种脉动 有全面的了解 这要归功于约翰·优普哲医生 由于他的研究 当时任教于密西根大学生物力学系 才有之后的颅底椎治疗 根据沙特兰医生的见解 脑脊椎液的波动 不仅影响了颅骨 也影响其他骨骼系统 颅骨运动是由脑脊椎的 液压起伏所推动 这种概念与过去教科书的 陈述完全不同 过去我们认为 颅骨是不动的 这是因为 颅凤在很小的时候就愈合了 但优普哲医生认为 颅底椎脉动是脑脊椎 动脉血液与静脉血液之 液压变化所造成 脑脊椎从动脉系统中 被过滤扩散到硬脑膜下腔 以及珠网膜 之后才由静脉系统 再吸收而回到血巡之中 优普哲医生贡献在于 确认脑脊椎的形成 是以周期性与截律性的方式进行 而非持续性的分泌 在扩张期 脑脊椎分泌在大脑中 盛开整个半封闭的 一压颅底椎系统 在此期间脑室膨胀 且左右横径变宽 颅凤间的受气 对于牵拉动作极为敏感 当扩张期的脑脊椎 分泌达到某个预植时 颅凤被撑开 就会测济颅凤间的受气 让脑脊椎停止制造 但由于脑脊椎的再吸收作用 是持续发生的 因此脑脊椎液体肌液压 再度下降 这也是收缩期的开始 接着脑脊椎逐渐被吸收 脑室内脑脊椎液压 体积开始下降至某个程度 便是颅凤再度相互挤压 这个结构会重新开启 脑脊椎的制造机制 这就是另一个扩张期的开始 颅底椎帮扶是一种被动系统 在压力性与机械性受气的影响下 脑脊椎循环 与高压与低压区之间 并产生压力差 颅底椎帮扶就是由这个压力差 所形成 要是有某种压力计或图表 可以显示脑脊椎和静脉血流 两者间的压力变化该有多好 但这实在很难 因为这些区域的压力值 本来就很小 例如脑脊椎液压 只有12至15公分水柱 静脉压也只有5至10公分水柱 相比之下 动脉压则高了许多 约120公分水柱 底椎脉动 每分钟约8至12次循环 为何有这样的频率 目前仍未法解释 可以知道的是 这种脉动并非受到 横格呼吸运动 心跳律动 或人体其他活动 所影响或调控 这不是一种人体 可以自主控制的律动 而是自律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这样的自律调节现象 可能是由原始脑或原型脑 根据某种神秘的基因定律 所调控 有些学者认为 细胞内部具有某些 用来储存或启动 某种时间和空间资讯的 特殊部位 由于这些特殊部位的存在 细胞于是具有记忆能力 并在某种不明因素的驱动下 让细胞如同被下达 程式指令一般 启动这种循环 4.内脏原动率 除了蠕动之外 上述所有的内脏律动 皆属于被动性质 并为外在因素所影响 但脏器本身也有内原性 自动性的律动 我们称之为原动率 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 人体脏器就能够独立律动着 这种律动非常缓慢 且振幅极小 几乎无法察觉 然而不用担心 只要将加强的训练双手触感 还是可以触摸到 这些细微的律动 这种律动是活动中 组织的一种动能表现 我们并没有科学证据 证明这样的现象 只能从临床经验中 加以体验 这种现象是颅底椎脉动的延伸 或使胚胎时期的器官运动的延伸 或回应 仍不得而知 胚胎时期 细胞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化作用 让生命从一个受精卵 逐步演变成一个复杂的胎儿有机体 然而细胞发展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进行 而是根据一个严谨的顺序 在适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中逐步发生 这些的背后都有一个协调者 让所有的细胞与组织的发展 能和谐地进行着 至少从细胞内部的某些分子来看 如DNA、RNA 这类携带基因讯号的遗传物质 我们可以说细胞具有记忆能力 如同贝克医师所言 组织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胚胎发育期间有迁徙的现象 例如 未会在水平面上 从原来的位置旋转到人体右侧 并在冠状面上呈顺时针绕行的模样 水平面上的旋转动作 会将原来在前方的位脚弯转到右边 并将后方的位大弯转向左边 冠状面上的旋转动作 会将右门往上转 并将奔门往下转 圆动现象中有关胚胎理论的部分认为 圆动现象的存在 是因为某些原始律动的轴向与方向 仍然铭刻在内脏组织内所致 因此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圆动现象总是围绕着某个平衡点而进行 例如 其波动 律动范围 永远来回于胚胎律动的最远处 与原始位置之间 此外 这些律动还以类似心脏节律组织的跳动方式 持续的收缩与放松着 但速度远小于心律 原律动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代表着律动的方向远离 或靠近身体中轴的两个阶段 我们分别称之为消退期与膨胀期 我们之所以用这个全新的字眼来诠释 就是要避免将之与横隔膜呼吸运动 吸气与呼气与颅底椎运动 扩张期与收缩期的用字混淆在一起 正常情形下 脏期的律动方式是同步发生的 以及在同一时期内 脏期不是处于消退期 就是处于膨胀期 请注意 能动现象中脏期不同时期的运动方向 与原动现象中脏期不同时期的运动方向 两者间并没有特别的关联 但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例如某些内脏 例如肝在吸气动作时的律动 相似于肝脏本身 在消退期的动作 但就在肾脏吸气的律动 反而类似在其膨胀期的动作 其他的内脏 例如结肠就有趣了 其能动与原动的律动方式 两者完全不同 我们极力建立读者 正可能了解 有关颅底椎脉动的相关内容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 原动现象与颅底椎脉动之间的 互相关联为何 但我们坚信 两者间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将原动现象的律动 加以定义 就是为了缠明 膨胀期与消退期 与颅底椎脉动中扩张期 与收缩期是一致的 一样的 如此才能显现出 那些因呼吸运动 所引发的律动 与原动现象 或颅底椎脉动之间 是如此的不同 以肝脏为例 在膨胀期 肝脏会往后上方旋转 这个动作 与肌肋区的扩张的动作 外旋是一样的 但是从呼吸动作来看 就完全相反 因为在吸气期 肝脏是往前下方移动 原动现象 或颅底椎脉动 还有其相似之处 例如膨胀期 相对于消退期的主动性 特质较明显 颅底椎脉动也是一样 扩张期的主动性特质 较收缩期更为明显 接下来要介绍的 原动率测试 其重点在于消退期 因为这个阶段的 组织阻力较小 相对较小的阻力 能让律动测试 更容易进行 当然 更容易产生 或进行松弛效应 若治疗人员 一路盯紧膨胀期来操作 只要没有准确地 跟上律动方向 整个脉动 就会嘎人而止 云线想要达到的松弛效应 也会跟着烟消云散 原动与颅底椎脉动 这两种律动 往上到了头部 出现有趣的聚合现象 除了颅底椎脉动之外 在脑部还是可以 促诊到原动现象 相较于颅底椎脉动那种 头部会扩大缩小 或内旋外旋的动作 头部的原动性律动 就较为直来直往 在头部 旁掌期的动作 是笔直的向前弯 收退期的动作 则是往后仰 这种往前弯 与往后仰的动作 就是头部 原动现象的旋转模式 就像倒过来的中板 关于头部 原动特性 除了用来松弛 硬脑膜张力之外 我们尚未研究出 它的重要性 或其他临床上的应用方法 振幅是原动率现象的 关键指标 每个脏器的振幅皆不同 例如正常情形下 肝脏的律动幅度 就比升阶长来得大 此外 个别脏器的振幅 还会因为脏器功能下降 或周边结体组织的受限 而变小 降低 脉动品质 也与律动次数一样重要 因此 在治疗过程中 要将重点摆在两个参数上 5.脉动节奏 呼吸过程的横格运动 每分钟约15到18次 而且我们可以主动地加以控制 颅底椎脉动 约每分钟8至12下 这种律动受外在影响的程度 就更小了 内脏原动率 约每分钟7到8个循环 当人体处于虚弱 或疲劳状态时 颅底椎脉动和原动率 会趋缓 颅底椎脉动和原动现象的 两个相同之处 其一 两者都是人体组织的内原性律动 其二 两者的律动频率 也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然而 如前所述 我们目前仍然无法解释 或说明这两种律动之间的关联 2.研究报告 1.胚胎器的律动轴向 打从一开始 整个内脏松弛术的研究 就是以临床经验为主 我们将每个脏器的原动 与能动 特质研究得非常透彻 我们发现 每种律动的旋转动作 都有相对应的内原性轴向 一般来说 健康的个体 其原动率 与能动率的轴向 大体相同 反之 生病时这两种律动 就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 受限对于两种律动的影响程度 不同所致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 这些律动轴向 与胚胎发展过程中 轴向完全相同 会导致这样的结论 绝非来自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或假说 因为这些律动现象 完全是以临床经验为依据 所归纳出来的结果 而这样的结果 也在在地证实一件事 那就是细胞没有遗忘 二 能动率 所谓能动率现象 就是脏器在横格运动 如活塞般的 往复性动作的影响下 所产生的生理律动 对于这种律动 专业人员应该相当熟悉 更可以藉由影像医学 加以证实或记录 有关能动现象的研究 我们一开始 就是从观察肺部病理学开始 再将焦点延伸到 这些病理现象 对内脏的影响 为了研究这些现象与病程 我们实际进入病房 参与肺疾病患的治疗工作 这些病患 都是因为不同的感染 因素而导致肺疾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参与这次研究的法国医师 由于他们的协助 我们才能够仔细观察 这些肺疾的病程与后遗症 我们甚至参与这些病患 不幸身亡后的解剖工作 这些病患中 许多人之前都接受过 治疗性气胸的处置 从这些肺疾患者中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 不论这些治疗器械 或过程是何时介入的 胸腔与内脏的律动轴向 都被改变 胸腔内压的压力 进行方向会改变 所有与胸口有关的 肌肉骨骼结构 也会朝着 与原本不同的轴向而运动 这样的改变 会产生许多连移效应 例如 胃食道的运动轴向 会发生剧烈偏移 让病患发生食道裂孔扇气 又称横隔膜扇气的 机会增大 胃部的旋转动作 也会因为不断地出现的 短暂性扰动 而发生变化 心脏和心包膜的位置 也跟着偏移 胸膜肺虚的肌肉或筋膜 会借由所附着的骨骼 将下颈椎往下拉 肋椎关节失去弹性等等 当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最后的结果就是 整个身体都受到波及 其实 人体功能失序所引发的变化 不仅看得到 也摸得到 例如 我们可以从结体组织的 弹力特质 是否发生变化 来加以判断 有些组织 为了适应异常张力 会增厚两倍甚至三倍 当组织的适应能力靠近时 组织纤维化就接着上场 从自发性气胸的病患身上 可以发现他们的胸膜 又称肋膜 在更早之前 就受到异常张力 或弱化作用的影响 有些病患 在接受胸部手术 或治疗性气胸的处置后 会发生所谓的 适应性脊柱侧弯 这种类型其实并不少见 这样的案例都在说明 脏器能动率发生变化 所产生的应力 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其实应力很小 这时间一久 还会让整个骨骼架构变形 例如猛烈的手臂动作 我们还观察到一些现象 可以支持上述的理论 例如一些看似 无关节要的肋膜小损伤 假以时日 都可能造成严重病变 例如慢性静步疼痛 我们要强调的是 尽管只是能动循环中的 一个微小的扰动 只要时间够久 在数月或数年内 重复了数百万次 就可能造成 与病因大小完全不成比例的灾难 这种从微小硬力 演变巨大损伤的过程 就如同等比级数的一般 通常的过程会使 几个微不足道的因素 产生了巨大无比的效应 而这些效应 还可能会发生在 病变处远方 以肾脏为例 每呼吸一次 肾脏就会往下位移 三公分 一天累积下来 距离就高达六百公尺 要是用力呼吸 位移甚至可达十公分 由此可见 要知道肾脏的能动循环 要是出现异常扰动 长期下来会有多严重 三 圆动率 圆动现象是一种 内圆性律动 也是脏气独有的特征 当所有的外在因素 或生理律动被排除后 尤其是横格运动 就可以促整到这些特殊的律动 颅底椎脉动的存在 已经被广泛接受 但有关内脏原动性的部分 尚未被明确地证实 我们曾利用超音波 与X-TOS技术 证实原动现象的存在 其实超音波 不仅可以提供同步影像 也不会让操作者 或病患承受 侵入性检查的风险 从上述的影响技巧来说 我们发现心脏的帮扶效应 反而比较像是颤动 要感受整个器官的律动 并不难 但要去感受 或推论不同脏气的原动规律 与相对应的轴向并不容易 在早期 为了感受脏气的原动方式 我们会要求病患先憋气 憋气不是正常的生理状态 因为它会导致腹肌收缩 并让胸内压与腹内的压力上升 憋气所造成的压力变化 会抑制原动率的振幅 在此情形下 无法观察到原动现象的 为了感受憋气状态下的律动 让受试者肺部在半填满时 臂气似乎是较好的方法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胸压与腹压正好处于平衡状态 然而我们必须坦诚 这种方法还是有些问题 例如在正常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促成到某些不受横格运动影响的律动 但这些律动在臂气状态下 就无法精确地加以掌控 或许憋气所造成的硬力 正是这个结果的原因 尽管上述方式只是初步的研究方法 但已经能让我们逐渐掌握这些脉动 我们发现 静脉肾瘀造影或胆囊造影 最能够呈现律动的样貌 最清楚的一次是以IVP观察 某位年轻肾脏位移的经验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 肾脏足足往下掉了6公分 这代表着他的肾脏 与相连结构间的连接很松散 憋气时 受色者的肾脏 以垂直血朝外的方向 持续律动着 振幅约3公分 我们到现今 仍持续着这种方面的研究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 沙吉科恩医师的协助 目前证实原动现象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焦点放在 先前处诊结果是否会重复出现 这种重复性确定标准有两大要件 多位检查人员在同一受责者身上 多次感受到同样的律动 且这些检查者 事先都不能具有相关的知识 当然更不能事先串供 同种测试 在不同受试者身上 得到相同的结果 许多与内脏原动性 为依据的治疗手法 都符合上述两个要件 内脏原动力 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脏器周遭组织的 受限所形成的捏脸或固化 会影响原动力的轴向 结构或脉动的对称性 以及原动振幅的大小 对中空型脏器来说 局部脏器痙攣会影响 原动轴与振幅 此外 有些感染性疾病的后遗症或病程 若侵犯到器官的实质部位 不仅会严重影响 律动振幅 最后还会让律动停留在 消退期的状态 这类疾病例如肺炎 肝炎 肝硬化 或肾炎 四 另类生理循环 古老的东方医学专家发现 人体受制于外在环境 有些是周期性的影响 而且这些外在因素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与功能 根据东方医学理论 能让在我们体内循环 并在不同时间 在不同的器官系统 或针灸学道到达高峰 肺炎在凌晨三点 至五点到达高峰 五点到七点轮到大肠 然后是胃 最后在凌晨一点到三点 结束于肝脏 每个器官在它们专属的时段 活动达到高峰 我们观察到这个循环的证据 当器官达到活动巅峰时 并非以脉冲加速的方法呈现 而是脏器的活力 和原动率振幅的增加 由于无法将触诊到的原动率 予以量化 我们并无法将其做完整的研究 除了一天的循环 季节及年度的循环 也影响人体 某些特定的循环阶段的时间 还挺长的 像是青春期或更年期 科学家曾针对 每日可体中的浓度变化 加以研究 结果发现在夜间 副胶感神经张力增加 可从夜间的内脏不适相互印证 研究也显示一天之中 随着昼夜节律的变化 而查分安有五次的高峰 为何体内有这么多的循环 或周期性变向 这个领域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是那些生理时钟 调控了这些节律 什么原因让人们精确地 在某个时段中死去 孕妇的生产过程是如何启动的 诸如福尔泰所质问的 如果这个钟确实存在 那么这个钟又是谁做的呢 在这些循环中 我们特别关注两个生理活动 呼吸循环影响内脏能动率 与内脏原动率 因为这两种生理律动 与其他影响人体健康的 循环或周期 月经、血液循环、内分泌等息息相关 我们研究发现 这些循环或周期 所产生的效应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忽视 其实这些生理循环或周期 正是重要脉动 能动率或原动率的具体呈现 三、脏器关节 骨骼动作由中式神经系统 借由肌肉系统加以操控 自主性肌肉活动 由于相邻骨头之间 有联动结构及关节 加以连接 让肌肉系统能借此动员 或影响相邻的骨骼 不同类型关节各有其活动方式 这些活动方式 决定了各类自主动作的 运动轴向与振幅 内脏律动也有一定的轴向与振幅 根据这样的现象 如同骨骼运动的轴向与振幅 我们结论出脏器关节的概念 如同骨关节一样 脏器关节也有其滑动平面 与间接处 如同肌腱连接到骨头的关系 骨骼关节与脏器关节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并没有肌肉间接作为活动关节的力量来源 1. 滑动平面 脏器关节之间的活动平面就是僵膜层 机关可以连接至肌肉壁、肝与横格的关系 也可以连接至骨头、肺与胸阔的关系 还可以连接到其他器官肝与肾的关系 这些僵膜层在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称呼 脑膜 中枢神经系统 内膜、肺、腹膜、腹部、心胞膜、心脏 不论是肺脏、心脏或是腹部器官 都被两层膜所包覆 分别是臂膜、腹部与体壁 与脏膜包覆着脏器表面 内脏体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 同时间还与相邻器官产生互动 这些内脏表面都由一层薄薄的脏膜所包覆 脏膜表面是一层扁平的尖皮细胞 下方则有致密的结体组织构成 在胸阔我们称脏膜为肋膜或胸膜 在腹部则称为腹膜 脏膜在某些部位会出现许多转折线 例如在肚脐处 此处正是脏膜与臂膜交混之处 在脏膜与臂膜中间有所谓的僵液 这些为数不多的僵液也是每一系统的一部分 假如我们将脏器关节中这些膜性系统的功能 类比成滑液关节的韧带 那么这些僵液就是脏器关节的滑液 由上述说明就可以知道 整个内脏系统都是被这些膜性系统所包覆 而每个脏器表面的腹膜 也只是跟相邻器官的腹膜相接触 而接触面之间的运动或互动关系 则由体内天然的润滑系统来协调 二 间接处 趋干内有三大体腔 分别是胸腔 心包腔和腹腔 其中心包腔又称围心腔 围心痘 不同脏器被不同间接方式固定在体腔内特定的位置 这些间接的类型非常的多元与多变 这些包括双层膜系统 韧带系统 膨压与腔内压 长细膜系统 网膜系统 以上顺序是根据支撑或固定这些间接处的重要程度而列举 一 双层膜系统 现在我们将对于内脏的膜系统已经有些许认识 诸如浆膜与浆液的组合就像关节表面与关节滑液一般 有着类似的功能 然而这个双层系统却产生另一个效应 吸附效应 双层系统中的层与层之间相互平贴在一起 中间只有一层 僵液薄片 电衬其中 这两层膜之间的互动完全依照相对压力定律来进行 而且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两者是无法彼此分离的 两者间的互动模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互相滑动 这就像两面玻璃隔着一层水膜彼此滑动一般 这样的双层膜系统出现在肺脏 心脏 腹膜 以及脑脊髓内脏间接处 二 韧带系统 此处的韧带系统与骨骼关节的韧带系统是完全不同的结构 骨骼关节韧带所提供的稳定作用 是用来避免关节脱位 最后堡垒 但在论起脏器韧带系统时 就像大家忘了这件事 腹内脏器与肺脏的韧带系统 皆由腹膜与内膜的褶皱所构成 其用途在于将器官固定在体腔壁 或将两两脏器固定在一起 以及这些韧带的功能就是将器官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他们担任了脏器在自主运动或呼吸运动时 对抗低心引力的固定毛 也就是他们的角色就是一种约束作用 遏制脏器一位 这些脏器韧带系统虽然无血管分布 但却不满神经 部分韧带系统对于固定脏器非常重要 例如于胸膜顶上方的玄韧带与冠状韧带 对于胸膜顶的韧带 一方面要对抗横格的牵拉力量 同时还要担任悬吊与固定肺脏的工作 所以冠状韧带对于横格、肝脏与胃的固定功能 更是无比重要 在固定脏器的功能方面 膨压与腔内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可以将腹腔内的容器视成固定的 然而个别器官的体积 还是会依其活动状态而改变 由于膨压作用的存在 这样的现象 器官体积发生变化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膨压的定义就是 器官在离散空间内因膨胀现象 而彼此粘附在一起 膨压的作用于腹膜内器官 每个中空器官在本身的弹性效应 血管系统与内含物的作用下 会将容纳该器官的空间 做最大程度的占据 这样的结果 让每个器官能维持一定的体积 也让不同器官彼此挤压 与粘附在一起 这些中空器官的内部器压 也会强化这个粘着效应 此外 膨压作用的净效应 也会增强两两器官的粘附效应 由于内部器压与血管张力所形成 这也可以解释在腹腔与胸腔内 脏器外溶剂为何这么小 仅容纳则下极小量僵液 任何会扩大器官内腔的作用 都是促进脏器互相粘附的因子 包括空腔、回肠、横结肠 腔内压等于所有脏器内器压 总和加上器官之间的压力 腔内压是另一个让腹腔内 器官彼此解压在一起的因素 胸内压必须永远与腔外压 达成平衡状态 腔外压来自脏器重量 体重吗? 大器与周遭肌肉臂的张力 腔内压与蓬压的组合 让整个脏器筑底 在横阁下压的过程中吸气时 能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质的状态 曲盖内两侧的主要体枪分别为 胸腔包括肺脏 与腹腔包括内部的脏器 这两个体枪被横阁隔开 有关腹腔压力的内容 将在第三章介绍 在此仅说明一些重点 例如 以上某个腔底的内压 远比另一个小 然而两者却要在这种情形下 和谐共存 横阁上方的压力 远小于横阁下方的压力 因此 实际上腹腔内的器官 总是悬挂在横阁上 相反的 腹腔内的重力 会对抗这种向上的压力 因此 越靠近横阁的器官 越能够感受到这种效应 反之 越往下这种效应 就越小 肝脏重约两公斤 只有横阁上 压力差所形成的悬吊效果 足足让其重量少了 一公斤多 这种压力差的效应 正好解释 当横阁有缺口时 为何总是 腹腔器官往上冲 而不是胸腔器官往下掉 4. 肠细膜系统 肠细膜只存在于腹腔 它是由许多松散的 腹膜褶皱所构成 肠细膜固定器官的效应不大 在肠细膜的褶皱内 有着复杂的神经与血管网络 所以反映着肠细膜 所扮演的营养功能 肠细膜只批复在消化道上 小肠和结肠 并将这些消化道固定在腹膜上 5. 网膜系统 就如长细膜一样 网膜系统也只存在于 腹腔且腹腔的褶皱所构成 这部分的腹膜将两种消化道 包裹在一起 由于网膜位于腹腔的侧面 所以对于包裹其内的器官来说 网膜所提供的悬吊 或器官的效应并不大 反倒是网膜系统所扮演的 神经血管营养角色极为重要 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 有关律动的生理特性 也说明了各种促进 或控制能动现象的解剖结构 其背后的生理运作过程 接下来的章节 我们将介绍各种脏器内 协调或控制其律动现象的 各种组成因子 每个器官都有其特殊的功能 然而 为了确保器官能正确地运作 不同器官之间 要有协调良好的互动顺序 当运动神经或自律神经的功能处于不良状态时 外圆性活动能以健康的方式加以适应 运作良好的圆动现象 或内圆性律动 是健康器官的表征 也只有在健康状态下 器官才能发挥最佳功能 反之 任何有益于正常脏器律动的障碍 都会促使器官产生异常的生理运作模式 并导致器官功能失常 若人体适应能力无法抵抗接踵而来的问题时 就会出现结构性损伤 在此情形下 器官的纤维会发生变异 所以治疗时就得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人体就像是在走钢索的人一般 不断地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地微调着姿势 以保持平衡 身体功能只要稍微偏移平衡状态 加以时日 必定影响整体功能 健康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不断寻求平衡的过程 所有治疗误求 细巧 轻柔 要是走钢索的人快要跌倒了 例如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就得采取更具效能的治疗方法 4 病理性律动 之前我们介绍了几种 律动应有的正常生理现象 重点在于 每个器官都有其特殊的律动轴向 器官据此轴向做出特定方向的律动 因此 若律动方向发生变化 就代表着可能发生以下几种状况 1 律动的轴向或振幅发生变化 2 器官本身 原动率改变 或3 A 器官 结构组织 借由脏器关节 影响了B器官的能动性 若发生上述状况 人体会出现以下情形 可能是单向或多向 明确的局部病变 伴随症状 局部病变开始出现 但尚无症状发生 过往病变留下的局部后遗症 但患者身体已经适应之 远处内脏发生病变 该内脏与原来的内脏之间 有脏器关节连接 病变发生在某个以血管 神经或筋膜相连的结构 由于器官其他 生理系统之间 有着错综复杂的连接 因此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些损伤之间的连锁现象 这些损伤可以透过多种的路径组合 而串联在一起 这些路径包括内脏 肌肉 筋膜与骨头 对所有被腹膜 批复的器官或结构来说 腹膜就是它们共同连接 整个腹膜就像一个交替性张力系统 于是所有的病理机制会透过这个系统 以扰动的方式影响腹膜内 所有器官的原动性 为了区分原子肌肉骨骼系统 所造成的病理现象 我们将这种扰动定义为脏器受限 颅内的脑膜系统 就是一种交替性张力膜系统 1.脏器受限 本书所指的受限 是指律动上的减缓或减少 脏器受限指的是 器官吃取部分或全部的移动能力 前面提到所谓的脏器关节 是由滑动平面配合 不同类型的连接方式所成 脏器受限可能来自于 脏器关节的结构或器官的壁面 这些受限可分为三类 分别为关节类 韧带类与肌肉类 从类型来说 还可以进一步地从姿势性受限 里再分出功能性受限 功能性受限指的是 相关器官功能受损 但器官间的相对姿势没有改变 姿势性受限指的是 器官间的解剖关联被改变 脏器关节也发生变化 例如当右肾下垂时 它与肝脏之间的完全失去接触 这是一种真性脏器半脱位 尽管上述现象并不常见 但是一个器官的确可能只发生姿势性受限 而没有功能性受限 光是食物本身即使不用吃下去 就会造成某些器官的受限 我们曾以不同的方式来测试 包括请受试者将食物吃下 或只将食物拿在手中 检查人员 受色者 都不知道手中是什么食物 我们发现在某些案例中 某些食物会让器官的原动现象 立刻定入不动 除了白酒或巧克力 这些容易造成过敏的食品外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 还有不少食物也会造成过敏 请注意 同一种食物可能会促进 A器官原动活力与振服 而让B器官的原动力下降 这种食物将人体间的互动现象很重要 值得特别注意 影响内脏原动的因素很多 包括内分泌 化学物质 环境 和心理因素等 我们发现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 几乎每位神经性忧郁患者 其肝脏原动率都受到影响 东方医学将肝脏称为情绪之海 认为肝脏与精神情绪息息相关 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也明确地观察到 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五行中干鼠木 主要功能为输泻与藏血 输泻包含了精神情绪 消化以及与气、血、水的流通 藏血指的是血液的储藏及调节 1.脏器关节受限 粘连或固化 关节性脏器受限指的是 内脏与周遭器官之间 因为欠缺有效率的滑动 而影响了正常的原动率与能动率 若器官的能动率正常 仅原动力受到影响 我们称之为粘连性受限 若两者皆受到影响 成为固化性受限 上述两种受限可能是局部 也可能是整体受到影响 这通常源自感染性疾病 或手术过程之后的后遗症 部分的B类膜、B副膜 由通透性的上皮细胞构成 因此任何感染都会引发溃疡 这类溃疡依据感染部位的不同 而发生在原感染区 或离感染区稍远处 溃疡在治愈后 会让感染器官与周遭组织之间 产生粘连 因此胸膜炎或称类膜炎 和附膜炎会产生固化受限 竟然影响能动率与原动率 任何胸腔或腹腔手术 无可避免地会在体腔留下开口 手术过程中 进入胸腔的空气 会吹干器官表面的僵膜层 让捏连更容易发生 虽然医师会尽力将伤害降低至最小 也会将组织一层层地仔细粉好 然而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避免上述过程的发生 于是 内经这些自然或手术的愈合方式后 粘连或固化就发生了 其结果包括 绝部组织纤维的连续性或走向遭到破坏 或原组织被缺乏弹性的颗粒性组织所取代 我们可以将这些受限 想象成一个被风干的纠结组织 受限产生后 器官会围绕着这个固化点而活动 也就是说 器官环绕着这个新轴点 固化点 产生完全不同的 圆律动与能律动 根据固化区域 并变器官的大小 固化现象会引发 局部性或全面性的脏器官节受限 局部性受限 仅会影响圆动轴 新的轴向会穿过粘连处 全面受限则会抑制圆动力 测试器官不仅会变得毫无生气 也会丧失正常的律动 与节奏器官功能应有的 运作能力与活动力 这家组织会迫使 相邻组织产生剧烈摩擦 这样的过程会让受限区 变成一处永久性的 机械性激化区 由于器官每天进行 大量的生理活动 于之时间一久 这些受限就会让律动 以病态性的方式缓慢下来 纠结组织与器官 会找到新的运动轴向 于是新的律动模式产生 这种异常的律动模式 会牵拉 机械性受气系统 并经由反射作用 造成局部性或广泛的痙磷 器官本身的淋巴 与血循环也会受到影响 造成淤质现象 受限器官最后的命运 就是变成其他危险因子的猎物 这些威胁健康的危险因子 包括微生物 取张性静脉炎 自体免疫疾病 分泌性组织淤质 甚至是恶性肿瘤 少数结痂组织 盲肠术后显而易见 但更多的年龄 则毫无外险迹象可循 感染疾病之后遗症 无论情形为何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 整个受限部位加以松动 这是因为有些明显的结痂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这道理很简单 想象一下 已是缝合鸡皮筋膜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已是真的能将 每层次的组织 完美且依序地缝回去 而且每一层都缝得 与表浅鸡皮平行 当腹膜的滑动面受损 僵膜液的僵液组成 与粘质性都发生变化 这样的现象就好比膝盖的滑液系统受损 时间一久就会导致关节炎 此外 就脏脊关节的结构来说 腹膜液的组成与粘质性 在营养与免疫功能上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韧带松弛 脱锤 此处的松弛或脱锤指的是 韧带在长时间的过度牵拉下 丧失了原有的弹性 这种松弛现象 通常自发于 粘粘组织所引发的效应 请注意 内脏的韧带 长细膜与网膜 其实只是腹膜或肋膜的褶皱 并不具有收缩能力 但还是有例外 尤其是女性命尿生殖的支撑系统 该系统的韧带里 的确含有收缩性纤维 另一个重要的例外 就是十二指肠悬吊带 或位于十二指肠空肠区的 十二指肠体积 就身体特征而言 脏器脱锤较常见于身体修长 而体能衰弱者 体型短小精壮者身上 相对较少见 张力低下 会影响支持性结构 固定器官的能力 脂肪在支持作用上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 肾脏脱锤很少发生在 肌肉发达者身上 有很多脂肪可以支撑 与固定肾脏 先天因素 对子宫脱锤 与子宫后驱的形成 也很重要 但仍有部分原因 与性未成熟有关 由于症患者 容易发生器官脱锤 至少有两个系统原因 可以说明这样的现象 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由于现象 会引发广泛性的张力低下 与体重下降 由于常见症状 结果会让器官周边的 知识性脂肪减少 这就是为什么 不论是身体或心理层面的问题 当严重程度足以影响大脑皮质时 也会同时对器官的健康造成冲击 随着年龄增长 组织会丧失弹性 知识组织也会跟着松手 让整个活动度也会减少 于是器官就任由重力摆布 当然 这样的结果通常是往下掉 因此 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 膀胱、子宫或结肠脱锤 就会变得稀松平常 费时质张力会随着年纪而变小 造成下方脏气的脱锤 因此费时质张力 常被认为是 整个内脏支撑能力的关键因素 研究指出 多产与器官脱锤有强烈的关联 但经验告诉我们 重点不在于生了几个 而是怎样生出来 生产时若利用器械产前或吸取器 将婴儿拉拔出来 而非用力挤出来 会让肺因处于用力往下拉的状况 不巧的是 此时产刀在吹铲术的作用下 处于极度松弛 且易于牵拉的状态 于是 在上述两种效用的加成下 可能就为日后的子宫脱锤 埋下伏笔 上述生产过程中 只要一生下手稍微重一点 某些组织不仅回不去原来的位置 还会失去原有的弹性 如果再加上 外阴切开树 与树后所产生的结痂组织 你就会发现 所有导致日后发生 腹腔骨盆区域内脏脱位 或功能障碍的原因 全部到齐了 吸取器只适合在难产状况 而且也不是非用不可 无论对婴儿或母亲来说 使用吸取器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三 肌肉受限 脏器痙磷 肌肉类受限或脏器痙磷 几乎是中空类器官的专属问题 这器官都有着双层 且外表平滑肌的纤维 其中的双层结构 分为纵向与横向环形纤维 休息状态下 这些纤维呈现完全放松的状态 一旦开始活动 每个肌肉系统纵向与横向纤维 会交替收缩 将食物往前推 当某一肌群 纤维受到异常刺激时 不仅会引发痙磷 甚至会让器官停止活动 这种停止现象非常严重 此时器官不是完全无法执行原有功能 就是以没有效率的方式来运作 原动率也跟着降低 尤其是振幅 这是一种局部发作的现象 只会影响局部的器官 由于上述的情形属于短暂性发作 因此产生的作用类似于肌肉收缩 胃炎就是一种器官遭受异常刺激 引发反射性受限 未停止活动的例子 然而 要是这种停止活动现象长期存在 碱性或酸性食物的残余物质 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 这类型受限 即使不是常态发作 也会造成12指肠溃疡 器官发生肌肉痙攣时 原动率会先受到影响 而能动率同时出现问题的情况 就在波及相邻的脏器关节时 才会发生 中空器官的管径越小 脏器痙攣的影响越大 尤其是某些由 扩约肌调节的分泌作用 例如奥迪式扩约肌 就成为肝移弧腹扩约肌 胆道和胰脏的分泌管道 输尿管排泄通道 脏器痙攣的成因 有其局限性与广泛性的因素 它们的出现通常只是某种疾病的起始步骤 一开始可能毫无症状 只会造成一些功能性的问题 但面对这类问题 人体会动用所有的资源来适应 当资源耗尽时 器官的食指结构就开始崩毁 二 正常律动节奏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 器官在特定的阵幅与节奏下运作时 才会有最佳的工作效率 整个过程会使 器官一起特定方式产生律动 回到原来的姿势、位置 历经一段休息时间 静止期 律动重新开始 以此方式不断循环 当活动率降低时 不包括律动轴向改变 会造成静止期延长或节奏混乱 减缓或不规则 这类问题几乎都会影响器官原动率 五 评估 评估内脏时要特别强调 常规检查的重要性 方法包括触诊、扣诊和听诊 检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重点 触诊可以得知 提枪壁的张力大小 扣诊可以得知 器官的所在位置及大小 听诊可以得知 空气、血液及分泌物 如胆汁的循环状况 之前我们已经说明了 肌肉活动 对能动现象会产生什么效应 因此 针对肌肉骨骼系统所进行的 能动性测试 就显得非常重要 相关资讯 请参与专为这些检查 所制定的标准检查流程 再次强调 我们坚信 脏器受限这种 续发性损伤的发生率 远高于肌肉骨骼系统类的受限 1 能动率测试 就正常而言 这类测试 由许多精确动作所组成 目的是让器官直接产生胃移 测试的节奏与方向 由操作者决定 以肝脏为例 检查者小心地将肝脏抬高 仔细感受周边知识结构的张力品质 与肝脏本身的律动性 能动测试就如准备技术一样有效 它可以检查部位 先调整好 为进一步诊断做准备 尽管不如原动测试或处诊技术 这么精确 能动测试还是非常重要 能动测试可以提供检查人员以下的资讯 例如弹力品质 松动程度 肌肉或韧带是否发生肌卵 或结构性损伤 通常从这些测试 可以得出体内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有助于排除一些不真实的议测或推论 2.原动力测试 处诊 测试的方法有很多 有的是检查脉搏 有的是检查体温 但就脏气律动来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听诊 这个名称是由罗林贝克所提出 其实听诊就是触诊 命名者之所以用听这个字眼 就是强调检查过程中 务必以谦虚轻柔的方式 倾听人体的声音 为求简便 这不至于使用听诊器的听诊 混为一谈 背书全以触诊取代之 对任何脏气的原动性来说 触诊是用来判断 律动轴向与振幅最重要的技术 教授置于目标机关之上 在稍加施压约20到200公克 力量大小使机关深度而定 在某些情况下 手的形状能够自然地贴合 机关的外形 尽管用来触诊的手 是完全被动的 但还是可以将触感加以延伸 与寻求不同的感受 让检查的手 被动地跟着感受而动 所有的原动是一种缓慢 而带着微弱振幅的律动 这种律动会缓慢地出现 接着停止 之后再重新开始 并持续循环 这就是内脏的原动现象 跟上几个循环后 检查人员就能够逐渐掌握 律动的频率 振幅与方向 要是一下子感受不到这些现象 或无法排除杂念 专心触诊 也没有关系 我们建议你先将注意力 放在详细感受目标器官的外形 相信初学者脑中 一定会盘旋这一个念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 我建议检查者 摒出所有先入为主的想象 因为这些丰富的想象 只会误导检查 成对器官则一开始 就要两边同时测试 若发现某边有问题 再单独检查之 有问题的器官会围绕着某个点 周而复始地律动着 检查者的手 只要被动地跟上即可 在第二章 我们将仔细地介绍 手摆放的方式 以及如何评估振幅 与各器官的运动轴向 内脏原动率 每分钟约7到8个循环 比颅底锥脉动 8至12次稍慢 但却只有横格运动的一半 15到18次 只有轻巧地 推挤周边器官 可以推论其他器官的问题 是否才是原发性的病因 例如脏器的原动率问题 是续发自周遭某个器官的问题 以及 若A器官是目标器官 检查时就推挤B器官或其他 其他周边器官可以抑制其活动 减少其活动量 如此就能够暂时让周边器官B的受限 或是影响目标器官A 若目标器官的功能障碍 属于续发性问题 那么当周边器官原发性受限的抑制时 就能感受到目标器官A的功能障碍 大幅改善 甚至消失 6.治疗手法 治疗前要先确定诊断 以及受限的位置 与类型 属粘粘 固化 脱锤 或脏器痙磷 请注意 某器官上的受限 常常会造成其他器官的受限 内脏送食术的目标 就是利用精确轻巧的力道 重新启动原动循环 与能动循环 以及 治疗者的任务 就是提供一个 让身体可以产生反应的刺激 这种重启律动的观念 隐含了整股医学所奉寻的人体定律 以及 真正的治疗绝非用力矫正问题 而是将手法进行到某个关键点 再让人体接手 完成自我矫正的工作 内脏送食术有三大技术 不论是单独或混合使用 都能为病患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这些分别为 配合短力必操作的直接技术 针对能动律问题 配合长力必操作的间接技术 针对能动律问题 强化法 针对原动律问题 我们根据利弊的长短 来建议间接或直接技术 当我们利用较短的利弊 施力于局部部位时 则称之为直接技术 利用较长的利弊 施力于远处部位 则称之为间接技术 这两种定义 直接或间接技术的方法 通过用于整个欧洲大陆 本书所有技术 也使用这种定义法 但是请注意 在美洲 有关直接或间接技术的定义 则完全不同 美洲古病学在这方面的定义 是以受限障碍为依据 所谓的直接技术 就是强压受限部位通过障碍 间接技术 是让受限部位远离障碍 1.直接技术 直接技术主要用来影响能动率 方法是根据目标器官的类型 采用单手或双手的指腹来操作 操作第一条件就是确认 你所做的任何动作都不会让病患不舒服 例如将冰冷的双手 直接贴在病患背上 此外 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用指尖 以垂直的方式施力于体表 垂直角度很容易过度施力 让病患疼痛 对于不舒服的外力 身体会产生保护性收缩来对抗之 如此就更不容易达到治疗的目的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指腹 以斜向角度接触体表 这样的方式最容易控制力道大小 病患也不会不舒服 直接技术的步骤如下 首先 以轻小的力道牵引 目标器官全部或局部 接着在维持牵引力道的状态下 顺势松动之 松动方法是利用短小 且反复的推拉动作完成之 操作的速度要和缓 频率通常维持在每分钟十次循环 来回算一个循环 操作过程不仅误求轻巧 还要对人体充满敬意 上述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器官 以正常的振幅朝着正确方向产生律动 还能增加支撑结构的弹性 随着松动的进行 治疗者会发现病患的组织张力减低 自己也慢慢的不必这么用力了 另一个间接技术 我们称之为回弹法 不同之间的施力方式 有节奏的来回施压 再缓慢的放手 治疗人员在结束时 要以快速的方式收手 突然将施力点放开 这种过程通常做三到五次 回弹法主要针对特定器官来执行 而且重点通常聚焦在 原发性受限 或是续发性不明显的受限 所有类型受限的治疗通则就是 在尚未以其他手法松弛前 先以牵引方式 将目标器官置于张力状态下 对粘连性或固化性受限来说 以垂直于粘连方向的力道 逐渐牵引受限处 再以平行于粘连方向的力道松弛之 请注意 粘连内部有不同方向的平面 交叠在一起 就脱锤的受限而言 牵引方向要与脱锤方向 通常是往下相反 后续松动方向 要顺着能动轴的轴向来移动 就脏气晶轮的问题来说 当能动率被影响时 也是一样的 先将目标器官置于张力下 牵引 再将器官朝着能动路径中的 异动方向松弛之 二 间接技术 间接技术主要用来影响能动性 方法是 配合较长的力弊 间接松动器官 间接与直接技术 通常会混合使用 以右肾脏脱锤为例 以下的方法非常有效 病患病躺 双膝弯曲并拢 双脚平贴于床面 治疗人员往上牵引右肾时 可以同时摆当 并拢的下肢 朝左边转动 将下肢往左侧侧弯时 会带动腰椎往左侧旋转 后膝部 经腰椎到右肾的连线 就是一个长力弊 这种将右肾往上牵引地 配合腰椎前弯并向左旋转的方法 可以间接地将右肾复位 一般来说 强力弊的使用通常用来松动 或增加张力效应 此法用在无法直接触及的器官 肺 纵格腔非常有效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介绍 同时使用直接与间接技术的手法 称为综合技术 三 强化技术 器官的圆动现象 就是同钟摆一样 可以来回摆当 每个器官都有其特殊的 律动方向与轴向 了解了这些轴向后 在处整过程 就可以将注意力放在 这种律动的振幅与方向 正常的生理律动 会围绕着中立点而活动着 受限产生时 律动会失去其对称性 变形的结果是 往某个方向 消退期或膨胀期的动作变小 在另个方向的动作变大 操作强化法时 要先明确了解 每个器官的圆动方向 不同器官的圆动方向 会在往后章节中 详细介绍 促诊时 检查者的手 只能被动地随着律动 如摆动般来回摆动即可 要施加强化效应时 要先确定 那个方向有较大的活动度 往膨胀期或往消退期 若往膨胀期活动度较大 就在往膨胀期的过程中 稍微施压 扩大其活动度 范围 持续这样的过程 直到被强化的律动期方向 振幅与轴方 都与正常相同为止 绝对不要强化 活动度较小的那一边 移动方向的反向 这种方式属于逆视疗法的观念 是一种企图对抗身体的做法 但还是有例外 例如 所有的方法都没用时 就可以用试着强化 活动度较小的那一边 又如 某个器官的原动率很好 不论是消退期 还是膨胀期的活动 都没有受尽 且轴向正常 此时 就借着将两个方向 都强化一下 这种做法可以同时促进 器官的活动力与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将这种同时强化法 两个律动方向的方法 称为促进法 此方向称为 异动方向 在颅体椎治疗中 扩大 异动方向的手法 称为间接技术 但在内脏松弛术 则称为强化法 针对严重的受限 进行强化技术 会将律动 导引到某个平衡点 平衡点出现时 整律动会暂停 也可能不会 这种内原性的律动 暂停现象 可以对应到 颅体椎脉动的静止点 在短暂的停止后 通常时间很短 新的中白运动 就会出现 而且律动方向 也会更接近 正常轴向 应有的方向 振幅 也会变得更大 颅体椎治疗 与内脏松弛术 各有其静止点 但两者之间 还是少数 但却非常重要的区别 对颅体椎治疗来说 将静止点导引出来 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而且也是治疗成功的要件 但是 对内脏松弛术来说 静止点并非疗效的 必要条件 而且常常不会出现 对颅体椎治疗来说 当静止点导引出现时 治疗者的手 要定住不动 直到脉动再次出现为止 颅体椎治疗的静止点 时间从不到一秒 到半小时之间 都有可能 对内脏松弛术来说 以强化法导引出静止点之后 最好让它维持10到20秒 在心脚的朝 移动方向 再度启动器官的律动 要是操作得意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整个原动率会充满活力 感觉更强大 活动路径也会更正常 有时候 这种律动的重启过程 并不是那么容易 而助学者在使用加强化法时 也容易忽略这种现象 发生上述情形时 静止点出现的时间 可能会持续数分钟 而操作人员 也会有种 无法摆脱 或深陷于 静止点的感觉 解决的方法是 先跳出这个器官几分钟 直接处理其他器官 而持续处于 静止点状态的器官 会在一段时间后 回到原始正常的状态 而且功能 会变得更好 这个做法 又跟颅底椎治疗不同 颅底椎治疗 出现静止点时 操作者的手 是不能离开 治疗部位的 这些不同之处 一定要注意 若操作者 还是用颅底椎治疗的方法 操作内脏松弛术的话 就不容易产生 最佳疗效 相较于韧带类的问题来看 强化法对于 原法于肌肉类的 受限效果交加 我们认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肌肉会持续地 向大脑 与身体其他部位传递 或交流 有关张力与姿势的讯息 因此 对于大脑来说 肌肉的声音比较大 比较容易被治疗者听到 当然 也更容易用强化法来治疗 一般来说 在使用强化法之前 若能将大型受限先行排除的话 效果会是最好的 强化法不容易用来排除 肌肉骨骼类的受限 不幸的是 这类受限针对原动力的影响 但 还是有些例外 必须先用强化法 例如 目标器官的活动力很虚弱时 应先采用促进原动力的技术 强化法 再用促进能动力的手法 这是因为 若目标器官 挤不出一丁点的原动力的话 再怎么促进 能动都没有用 或效果不佳 操作本书所有手法时 不仅要轻巧 还要有节奏 有时我们得引导出律动 有时得扩大或强化某些律动 但不论目的是什么 操作时候一定要有节奏 我们相信这样的做法 不仅能有效地达到松动的目的 也是重新编写人体程式的最好方法 所谓的编程程式指的是 持续地向周边或中枢神经 提示什么是合宜 健康 有节奏的正常律动 针对受限的原发器官 一定要以强化法来结束治疗 因为强化法 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恢复器官活动力 以脱垂器官来说 即使是在治疗后 还是很容易再掉下来 这类脱垂性功能障碍 不是器官卡在某个位置 而是器官丧失了正常的原动力 与能动力 因此若能改善原动力与能动力 不论是否再出现脱垂 器官的功能还是会进步 此外 治疗结束后 务必再以处诊方式 确诊一下 疗效是否出现 四 禁忌症 即使只是解决局部问题 也不应该引发其他状况 以及即使操作手法 可以在局部区域产生疗效 若器官的问题属于感染性的 那么造成后续病原扩散的风险 却很大 只有风险存在 最好就不要进行治疗 这就是行医铁律第一条 先求不造成伤害 因此 除了旁观的问题外 千万不能为急性感染的病患 进行内脏松弛术 任何外物都可能造成威胁 因此 若病患体内有子宫避孕器 尿漏结石 以及任何可能造成组织损伤的外物 操作时要特别小心 例如 未装有避孕器的妇女进行子宫松弛术 可能造成损伤与出血 我们曾见识过这样的灾难 我们不会说 肾结石患者不能接受内脏松弛术 事实上 这是一种积极的适应症 但我们会告诉你 若治疗人员能够确定排空结石的过程 不会造成伤害 而且石头掉下来的过程 不会造成尿路阻塞 与感染性并发症就可以一试 评估时一定要确定病患 在操作前没有血栓问题 因为操作的结果 可能会有血栓未移的风险 若要列举一张禁忌症清单 那么会没完明了 因此 操作人员最好对于股病学 或相关常识 有一定的概念 我们会在各章节 列举较为详细的清单 所以我们只在此稍微介绍一下相关重点 以上说明了为任何操作 一定是医疗人员 5.治疗原则 1.手法越精确 所需力道越小 股病学强调 尽可能避免过多或不必要的力道 因为过大的力道 永远会遮掩操作者 在相关知识与技巧上的不足 只有操作者朝某个方向失利 人体就一定会处在某种硬力中 越是用力 越感受不到人体的反应 取而代之的 只是操作者的手指感觉 要是力道大到让病患疼痛 目标器官反而会产生痙磷 变得僵化 要是操作者过度治疗 或用作对象 只会更加激化目标器官 相对于肌肉骨骼系统 内脏器官对于不当失利 更为敏感 操作者一定要有足够的解剖与生理知识 切记 所谓的病理现象 有时候仅是正常生理现象 被加快或变慢而已 先在正常人身体上练习 直到熟练为止 切记 熟悉正常的生理律动 是面对异常状况的必要条件 2.脉动结论 面对不同状况 要先融入目标组织的脉动节奏 振服与阻抗大小 问题永远来自于 古病学观念的不足 例如 就初学者来说 最常犯的错误就是 急着去推机关 而且推得太快 对异常的速度变化机关 是无法适应的 这会导致无小治疗 再强调一次 治疗者的工作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器官重新启动 人体自然会接手后续的工作 进来完成后 要是器官可以出现 10次正常的律动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治疗 原动阵幅永远不会太大 关于这部分 我们后续再来介绍 就阵幅大小来说 能动率比原动率来得大 因此改善能动率的手法 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技术 其精确性就不若改善 原动率的技术这么高 但不论如何 整过程一定要在谨慎 其对问题或技术 有通盘了解的原则下进行 3.治疗次数与频率 频繁的治疗其实无济于事 治疗者无法承受 或取代病患所欠缺的生命力 或活动力 因此激发病患体内 自我矫正的能力 才是真正该做的事 14年来 经手数千个病患之后 我们的经验是 两治疗之间间隔三周 效果最好 我们经常会连续安排三次治疗 每次治疗之间要间隔三周 并要求病患 在半年或一年后 再回来复诊 治疗的时机也很重要 若要治疗女病患 有关命药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 就不要安排在月经前进行 因为月经前期的充血状态 不仅会使器官处于受限状态 也会影响疗效 同样的 若处理胃部问题 空腹是最好的状态 有些问题也有季节性的考量 例如 有些较为过动的病患 在春分或秋分前后特别敏感 因此 若要进行预防性治疗最好 安排在春分或秋分之前 效果最好 由于每个人的器官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治疗者的技术层次也不同 因此 要量化每次治疗时间并不容易 一般来说 恢复正常能动率是成功治疗的必要条件 大约10到15回的间接或直接手法 应该就能够达到目的 要是操作15个循环之后 律动仍然没有改善 可能是操作不正确或问题在别的地方 此时若不放手继续做下去 只会进一步刺激目标器官罢了 相对于操作难易度来说 改善能动率 必改善原动力荣誉 处理原动力的问题 的确需要更多的技巧 手法越精确 所需介入的次数就越少 这里的介入指的是 每次治疗时所进行的操作次数 与疗效达成前总治疗次数 我们称这种治疗目标为最小治疗量 同一次治疗中进行过多的操作 制造太多的病患身体 无法承受的变化 或将治疗排得太密集 构成了过度治疗的要件 发生这种状况时 身体会开始以诡异但明确的方式 积极答答地抱怨起来 此时就如过度操作 颅底锥治疗一样 整个律动会变得粘制不动 状如深陷泥藻的感觉 7.治疗效应 人体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因此我们绝无可能制造出独立效应 即使一个简单的接触 也会产生长期的效应 内脏送出术绝不是简单地 将内脏排空或抬高而已 只是操作者融入人体的脉动 就会影响所有人体的生理现象 不论是局部或全身性 先不谈复杂的肌肉牵拉效应 就从最基本的生理效应来看 即使最简单的单细胞轴图反射 也会将脉冲传到另一个锥节 这些反射扮演着调节器官张力的角色 对痉轮有镇静松弛的作用 这些反射就会兴奋整个脊髓 再经由网络活化系统 影响大脑的不同区域 现在已经知道针灸 会自己某些大脑神经传递物质的合成 这些传递物质会转而影响大脑其他区域 例如下翅秋 脑下垂体 甲状腺 以及肾上腺 促进某些荷尔蒙的分泌 我们相信徒手治疗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当然内脏松弛数也是如此 现今的科学官认为 发现血清素的地方就是合成血清素的地方 而非由某个器官制造后 再经由血流运送到另一器官 哺乳动物的大部分血清素发现于肠胃道 然而它也是一种中枢神经传递物质 血清素的浓度增加时会刺激大脑以及消化道 呼吸道与血管的平滑及活动 我们相信内脏松弛数会促进组织代谢 然后再借由血清素的合成 促进全身的代谢活动 这样的说法并不容易证实 因为只要一接触身体 血清素的浓度就会产生波动 然而这样的情形正好可以解释 为何强度极小的刺激 内脏松弛数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反应 这类重要的例子包括头痛 包括偏头痛 月经不规律以及易入 随着经验的增加 这个清单会越来越长 评估治疗效应也有其难处 通常第一次治疗后 患者会有过度反应的情形 这可能使人体还无法适应 这种不明刺激的关系 如果研究治疗效应 可以善加利用这个机会 但更重要的是 推进你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这种 过度反应的现象 我们已经注意到 所谓的安慰剂效应 而且不可否认的 这种效应会发生在 较为敏感 或容易自我暗示的病患身上 这些病患的主观意识较强 他们喜欢积极的反应问题 或分享感受 因此我们很多结论 来自于这些病患的治疗结果 因为这类病患要的是 要快速又有效率的治疗 治疗时也不喜欢 静静地躺着不动 由于女性的生理变化 荷尔蒙周期较为剧烈 因此研究女性的治疗效果 更不容易 这对操作者来说 绝对是一种挑战 例如 以治疗肝脏来说 经期前与经期后的治疗效应 就大不相同 整体来说 我们这些内脏松弛术 可以影响以下生理现象 能动率及原动率 体液循环 扣约肌及一般的肌肉痙攣现象 荷尔蒙及化学物质的制造 局部性及系统性的免疫功能 心理精神层面 8.综合考量 接下来的章节在介绍完 每个器官的治疗手法后 会再提及一些内脏病理有关 且非常重要的骨性受限 千万不要对损伤的全貌 时而不见 发现骨性受限 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处理它 然而对我们而言 治疗一个与某个器官有关 但本身没有受限的脊椎 是一种对于骨病学理念的 背叛行为 在我们的观念底 只有受限的椎结 才需要被治疗 有些治疗师 会几乎横格律动 来治疗内脏受限 过去我们也这样做 但现在 我们只在正常呼吸动作下 进行治疗 因为唯有如此 内脏的自然阻力 才会呈现出来 要求病患做深呼吸时 病患的腹肌会用力地收缩 于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 治疗者就会用更大的力量 来治疗 这样反而不易产生疗效 最后 我们还会推荐一些 辅助的治疗方法 供读者参考 运动对于强化腹肌 非常有帮助 强化腹肌 有助于恢复 内脏正常的功能 此外 我们还有饮食上的建议 并介绍那种身体活动 有那些适应症与禁忌症 例如 我们会建议器官脱垂的患者 多做垂头仰卧式的动作 9 临床案例 让我们用以下这个典型案例 来阐述我们的临床推论和治疗 X先生 42岁 就诊时表示患有慢性右侧 静闭神经痛 近10年 症状包括持续性的不舒服 伴随间歇性恶化 由于X先生的职业是精致目攻技师 病痛使得身体衰弱 且抑制消沉 他被诊断为 静部椎间盘退化 医生开了消炎药 与止痛药 给他服用 这位患者没有外伤时 除了疼痛以外 并没有显著的症状 可供治疗参考 他依稀的记得 当病时曾有一次 历经七天的高烧 但原因不明 能动力测试发现 右侧低胸椎T1 及低肋骨R1 肋脊椎关节受限 右侧胸左关节受限 以及第七 及第八胸椎 肌肉韧带受限 原动力测试发现 右上肺液的脏肌关节受限 原动力的轴向歪斜 纵阁向右偏斜 干扰胃的能动力 身体检查发现 右手臂外展加 外转的姿势下 饶错动脉变弱 此外 胃部有大量空气滞流 肺部S光显示 右上肺液外缘 有胸膜疤痕组织捏连 一件事表示 这是先前无症状 胸膜炎的后遗症 以胸膜捏连处为中心 周围右上肺液的原动力 与胸腔内压发生变化 使得纵阁往受限肺液的方向被拉过去 同时 右侧胸膜顶的旋刃带 也有纤维化现象 这个胸膜纤维回缩 使得第一胸椎 低肋骨及锁骨产生固化 以及干扰了所有的锁骨动作机制 同时 韧带张力压迫之间孔 使得液体交换现象减少 锁骨和低肋骨相互固着 使胸膜出口变得狭窄 仅有反射作用及直接压迫 迫使右锁骨下动脉的收缩 与舒张能力出问题 右上肺液的能动力改变 经过每天超过2万次的呼吸运动 更加距这种运动失调的现象 纵隔背拉向疤痕病变的方向 食道也受到牵拉 这么多的改变 使得心脏扩约肌失能 并让空气进入胃部 食道受了刺激 并发生痙磷 竟然产生类似于食道裂孔扇的症状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做出以下这个 多数人并不了解的结论 再小的变化 只要经历数千数百万次的重复动作 就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就好比如果我们的足部有一点失衡 就算穿上最好的鞋子 也会很快磨损 患者的症状只是远端病变的表征 要治疗病患 由来与治疗者做全身体完整的搜寻 以找出问题根源 患者会把治疗者的注意力带到症状处 因为那是他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在刚才的例子中 当我们向患者询问他的胸部放射性检查报告时 患者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肺部与指尖酸麻之间的关联 让他难以理解 我们甚至花了一段时间 才完成以上的病理推论 患者目前状况良好 虽然放射性检查显示 胸膜还有粘粘存在 显然我们无法把它完全松开 近胸膜张力稍有改善 但还是存在 尽管如此 原动力已经恢复正常 此结果再度凸显 维持脏气活力的重要性 以及 恢复脏气原动力才是重点 至于脏气是否回到正常的位置 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十 总结 整国医师是手艺最精巧的人体技师 更是名副其实的威系工程师 我们都拥有双手 但我们之中 有多少人真正知道 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们 品酒师能用它们的善恶来分辨酒的特性 包括产地 哪间酒庄 甚至是收成季节 这是不争的事实 相同的触觉训练 也可以引领你达到相同的境界 既有本书的概念与技巧 不仅可以提升你的触诊及治疗技术 还可以拓展你的治疗势力 僵液是统称 其功能如同润滑液 在不同空降有不同的名称 例如胸膜液 心包液 以及腹膜液 垂头仰臥式是一种下肢抬高于头部的仰臥姿势 本书所指的姿势都是这样的弹法